来自日本的佐藤学教授 历临新北市康乔双宇学校 分享他的学习共同体理论 强调老师与学生应该共同学习 互相影响并且教学相长 这样的观念过去三年来 也在台湾中小学 坚持一场学习革命 大师造访全国中小学教师 也都受邀参观康乔的课堂教学情形 创校至今已经13年 康乔不断创新课程 并且致力于将教学主体 从老师怎么教 转为学生怎么学 这与佐藤学教授的 学习共同体理论 有许多相似之处 对康乔来讲 希望能够多营造舞台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展现的机会 那这个以学生学习为主体的 这样一个课程改革 我们觉得是一个 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习成长的机会 我们全体的老师呢 都很愿意蹲下来 站在孩子的角度 来思考孩子的问题 那孩子本身给我们的感觉呢 也是非常的认真 他们觉得来学校非常的好 他们非常喜欢学习 校方认为学习不能剥夺了 孩子主动思考的能力 因此除了着重办学 绩效双语教学之外 更注重品格培养 让学生成为终身自主学习的实践者 I study 开口报道